還有一個減速分裂 欸!減速分裂講什麼? 減速分裂講什麼? 現在要談減速分裂的問題 嗚! 等一下 會不會有花嗎? 好奇喔 先收起來好了 還早上的都沒有唱過 哇! 哇!你的行程嗎? 就拿到檔案就開始啦 所以第一件事情 那個明天要體育扣喔 比較扣喔 所以明天要身體育譜 然後特地是哪 不是不是的 我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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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筋脂跟短的形成的時候 基本上簡單回憶一下 就是細胞周期 細胞周期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生長期 然後或者可以稱為 筋脂 整個周期當中 佔的時間比例比較少的是分裂期 整個周期當中佔的時間比例比較少的是分裂期 這是它那個生長期 所以細胞剛分裂完的時候它的體積偏小 細胞脂當中的這些構造還沒有完全 好所以它的第一時間呢 會先生長 就是體肌長大 所以分裂完了 這個細胞第一時間會先長大 長大一定成熟程度之後呢 如果這個細胞是有預備要去進行剪除分裂的話 那它接下來呢 會去做遺傳複質的複製工作 你可以寫複製DNA 也可以寫複製在這裏都沒有問題 那因為遺傳複製 複製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它也比較花時間 它又不能出錯 所以在細胞成熟之後呢 這個事情就要先做 然後接下來在分裂前 最後一刻 如果有時間有資源的話 它會盡量去增加細胞脂的含量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呢 會有比較明顯的合成作用 就是細胞脂的合成 就是盡量增加細胞脂的量 那到時候分裂出去之後呢 兩個細胞能夠分配到的細胞脂的量會比較多 那細胞的存活率可能會比較高 所以整個生長期或者成為間級 兩次分裂之間 大概可以在細分層這三個間 比較大的階段 就是細胞體積的增加 遺傳複製的複製 細胞子的合成 那分裂期這段期間裡面呢 寫完鏡底下最能夠看得出它的變化呢 是核入分裂 就是細胞核本身所產生的變化 然後核分裂的部分呢 再把它依照這個染色底的變化 分成四個階段 就是前 中 後 末 四個事情 那 分裂有兩種形式 對不對 細胞分裂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配合無性或者是增加細胞的方式 那個叫有絲分裂 所以最大的特徵是一個細胞分裂變兩個 而這兩個細胞的遺傳內容會完全一模一樣 那另外一個就是配合配子的產生所進行的減數分裂 好 所以如果我們從遺傳物質的角度來說的話 有絲分裂呢 你可以2N 2N分裂完還是2N 那分完之後的2N跟原來2N一模一樣 那不是只是表面的數字沒有改變 它是連裡面的基因內容的組成是完全相同 那 因為高中有一個東西砍掉了 所以其實這要加一個彈珠 萬一這個細胞一開始是N的時候 它也可以去有絲分裂 分裂完之後還是N 只是因為這樣 這個類別的生物基本上都拿掉了 那減數的話呢 一定只能從4N開始 就是一定要是從成對的染色體開始 那減數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要減成N 就是所有染色體不成對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另外一個要幫你們回憶回來的問題 就是遺傳物質在平常的時候呢 好 平常物質平常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以染色質的形式存在 所以應該比較好 所以DNA是殘繞在 主蛋白上面 對於一個沒有要去進行那個 細胞分裂的細胞來講的話 這個狀態的遺傳固執最方便使用 好我看到的 因為DNA呢 五人益後線沒有糾在一起 這個只是為了方便整理 這不算糾在一起 對,你要去 我現在才知道這個藍牙這麼耗電 知道要怎麼不買啊 因為藍牙比較不容易收到感覺 可以用手機可以點耐機嗎 沒有問題耶 要怎麼做,你們再試一下 你用手機,我以為要用手機 這個我們好期待 看那個用手機 好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問題 所以主蛋白的出現 只是為了讓DNA有一個可以固定的地方 我們希望它稍微有點整齊 然後又不要太亂這樣子 因為DNA直徑大概2個奈米 這樣的直徑大長對它有一點細 所以如果能夠利用主蛋白 讓它衣服的話 這樣相對會比較安全 也可以把這個線稍微整理一下 那不能太複雜 因為這上面的基因可能隨時都要去固定 那配合分裂的需要複製嘛 對不對 所以當這個細胞確定要去走細胞分裂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就會再複製一份出來 所以那個狀況大概會有一點像是 現在呢再去複製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另外一條 然後可是這兩條會在一個地方 一起被固定起來 就講這樣就好了 好 這線其實很長 然後在某一個地方呢 他們會被固定組 所以如果你要去算的話 事實上你不能把它算成是2 所以以這個固體來說的話 基本上呢你還是怎麼把它算是1 就是它還是同一個膽色值 你聽懂嗎 好 只是說這個東西裡面的組成的成分當中 DNA這裡一次 DNA兩次 所以這個東西裡面的化學組成 總共包含兩條DNA分子 主段本來就不算了 因為基本上這個算的很意思 這樣可以講齁 好 所以接下來 複製完成之後 分裂前就是最後一個階段的準備工作 就是盡量增加細胞質的成分 那接下來進入分裂之後呢 我們以前講過 一般正常細胞所存在的遺傳物質 是線比較鬆的狀態 可是一旦進入到分裂的時候 這種線太長了 完全不適合男孩做分配這個動作 你做分配的話 那個線一定會扯斷 因為那個線 早就是糾在一起的狀況下 所以你要先把線收好 才可以去做分配這個動作 所以分裂前期有一個動作 一定要做 就是把這個線好好的收好 所以這個東西 把線收得很整齊之後 它就會呈現這個造型 總之一般電子顯微鏡底下 蠻容易看到的輪廓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 藍色分體 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叫二分體 因為二分體這個詞 有點在描述說它有臉分的意思 可是你看 它整個外觀呢 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嘛 所以當你去算這個物體的時候 這個就真的可以叫做燃色體 現在以這個圖來說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是一條 所以這是一個獨立的構造 是一個完整的輪廓 那這個物體裡面的化學組成 包括了很多這種黃色顆粒這種東西 包括很難數得清楚的蛋白質 包括很難數得清楚的蛋白質 即一定數得清楚的一條DNA 兩條DNA 所以這裡面 這個染色體身上 總共有兩條DNA 蚊子 所以當初版的時候 你就要算清楚 你現在到底是在算染色體 還是在算DNA 這個數字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是不相等的 可是這是過度時期的問題 為了因應分裂的需求 所以才會有這個東西 如果你現在不分裂的話 細胞正常來說 把右邊遮掉 它就是單純一條來設置 那比如皮膚細胞的設置就是46條 那因為它上面DNA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知道 這46條代表意義是23頓 這樣子 好 可是對於一個準備要去減數分裂 產生精子或軟的細胞來說的話 你去算藍色體的數目 一樣會算出46 可是對於一個即將它進行減數分裂的細胞來講 藍色體你算怎麼算都是46 可是你去算它裡面所含的DNA的總數目 那就會變成是92 可以講 這是一個分裂過程當中 會面臨的一個比較數字上的問題 就是要小心這個細節 好 減數分裂基本上 減數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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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數分裂我們把它分成兩次 第一次分裂 然後跟第二次分裂 兩次分裂都可以在區分成前 中 後 末 四個時期 第二次也是一樣 可以分成前 中 後 末 四個時期 這四個時期當中 跟有四分裂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前期 第一次分裂的前期 它會有連繪這個步驟 因為連繪的關係 所以會產生一個四分體這個構造 四分體就是同一染色體被抓在一起的 所以假設在細胞核 本來呢 這張染色體看起來好像單組一條 但是減數分裂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發現 它隔壁又抓了一條 長度形狀裡面的基因內容 跟它是相同的染色體被抓在一起 所以二分體並上二分體 所以這個東西叫四分體 使得減數分裂 而且是在第一次分裂的前期才會出現這個特徵 那這個動作是為了抓在一起 然後去做分配的動作 所以中後末期 同一染色體就被分開了 所以中後末期就會發生一個必然的事情 原來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染色體之後 我們分完的 第一次分完的就已經是分了 因為同一染色體被拆開了 對不對 好 那所以第二次減數分裂呢 第二次減數分裂 減裝後 它的中後期 什麼東西被分開 這邊的後期可以順便選一下 這邊的後期是四分體 分離 那個分配的關鍵時刻 在後期 然後四分體 先併在一起就會拆開 第二次分裂的時候呢 到後期 這時候只剩下二分體的 沒有四分體的 所以這時候呢 會發生二分體的現象 可是因為你第一次分完的 第一次同一染色體 你就想說這邊 比如說這條被拉到左邊 這條被拉到右邊 然後馬上產生兩個新的細胞 對不對 好 所以同一染色體在第一次分裂的時候 就不會出現在同一個細胞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在第二次分裂的時候 那時候一開始的七點條件是什麼 那染色體只剩下二分體 可是它是二分體 你就算染色體的數目 只剩下一半 可是每一條染色體都是二分體 所以它分在分什麼 其實在拆二分體 把那兩份DNA 分到兩個不同的細胞 可是這過程當中 因為染色體早就不成對了 染色體早就不成對了 所以第二次分裂的時候只有N到N 所以這樣算這個數字感覺上沒什麼意思 所以你乾脆把DNA的數字加進來 對不對 一個預備好要去進行減數分裂的細胞 你去算那染色體的數目是2N 以人來說 這個地方的數字會是46條 但是剛講 如果你去算DNA 這個地方會幾條 92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表達成4X X等N 換一個符號比較不會誤解這樣而已 以一個正常的細胞來說 以一個正常的 比如說皮膚細胞來說的話 皮膚細胞的 皮膚細胞的展色體數目是2N 那它的DNA的總數目呢 基本上是2N 就是這樣 所以換一個符號 顏色這樣來呈現 所以如果你現在第一次分裂完之後呢 同一暖色體被拆開了 那可是所有的細胞 比如說拿到這個二分體的細胞 它一口氣拿到23種二分體 23種二分體 對不對 那因為每一條二分體身上有兩份DNA 這時候你去算它的DNA數目呢 還是46條 沒錯啊 好 然後所以第二次的時候 DNA呢 從每一個二分體有兩份DNA 分配完成之後呢 DNA的數目跟染色體的數目再度同步 完成了 好 就留意一下這些數字上的小細節 好 這是原理上面的問題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說 當初談的 反正就是做兩次分裂嘛 可是對於在那個短巢或者是高癌裡面所發生的狀況是 我們得去把每一個階段的細胞講清楚 所以這時候會扯到一些名稱 好 第一次完成之後的子細胞叫什麼 第二次完成分裂之後的子細胞叫什麼 這個是有稱呼的 這樣比較方便 在描述的時候使用 好 搞定它 所以六個公猜都還沒有回來 那應該打得不一六吧 不然公猜代表有無限的彈架可以使用 很聰明啊 你們應該是可能把他只捏起來 一口氣 一直打 那一口氣就可以打好多張 我們應該每天傍晚四點主持有沒有 那個游泳池 那個本性喔 稍微收點一下 現在私音部前面那一場呢 中間是 那個龍樹的那一條 整天下午四點主持在那邊跑步 然後每個禮拜啊兩天 然後陪一個老頭子跑步 最討厭的 對 成功領最高指揮官 兩個星星的那個 就很討厭他每次都喜歡召集軍官給他跑步 然後我有跑來跑去的 好 我們往那邊跑就把他藏在別人 散播 不是散播的問題 因為跑習慣了其實真的就好了 重點是他跑得很慢 那你能不能跑去軍官前面應該可以理解嗎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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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地方遇到的是二分體啊 二分體插完之後只剩下這樣 這種形狀的藍色體 算藍色體數目這個算1 算裡面的DNA數量 分到分2 對不對 分完之後 算藍色體這個才算1 對不對 可是它裡面的成分組成 DNA只剩下一條 對吧 不是算終結書 算一個物體 那有一點像什麼呢 這比喻不見得是很好 比如說板凳好了 你一人座票一張也是一張椅子 對不對 你拿一個這種造型的椅子 然後是定成一體成型兩個座位的 它還是一張椅子這樣子 但因為它的用的材料是兩倍 就是像這樣子 這比喻不是很好 但感覺上有點像這樣 因為生活周遭當中比較難 有一個好的對比 這樣到底算不算得辛苦 蛤 四分體它只是暫時被抓來硬牌 所以四分體是兩條 對 四分體是兩條藍色體 二分體只能算是一條藍色體 那一個二分體內的組成成分當中 會有無數的組蛋白 算不清楚 但你去算 比較容易算得出來 其實它身上總共會用到兩條DNA 而且這兩條DNA正常來做 它應該是要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複製來的 對 當然是個顏色而已 複雜 所以我當年解釋過了 4x是說 如果 如果你 n等23x等23的話 對不對 當 把這個遮掉 假設這邊沒看到的時候 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每一條染色值 其實只需要用到一條DNA 對不對 所以對於一個正常的皮膚細胞來說 它是不是有23x染色體 46條 所以皮膚細胞 細胞的裡面 也是只有46條DNA 對吧 所以你看 你去算染色體的數目 跟去算染色體內DNA的數量 這兩個數字會是相同的 只是我們用一個n跟x來分別代表 染色體的數目跟DNA的數目這樣子 這樣好 湊看 好 這如果我們這樣來看的話 所以 一定是為了配合分裂 它去複製 所以才會導致 你去算染色體數目46 可是你去算 這一些染色體裡面的DNA的總數目 它卻是92 對不對 那你只有因為分裂的 需要分裂的細胞 才會遇到這個尷尬 其他一般的細胞 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看 所以接下來就是臨時的問題了 好 好 好 所以 以配子的行程來說的話呢 第一個已經預備好分裂 就是已經複製完了這個細胞 那它去走完第一次減數分裂 第二次減數分裂 對不對 好 那假設是金子的話呢 它從這個細胞它還在轉型 好 我們就分開來看 就是先從金子這個部份來講 好 那一個已經完成 你講DNA複製也可以 你想遺傳物質的複製也可以 你想遺傳物質的複製也可以 那個已經DNA或遺傳物質複製好的 那個細胞 那個細胞 我們把它叫做初級金骨細胞 那你往前追 當它 就是說 你想像一下 現在呢 有一群很原始很原始的生殖細胞 那它是所有減數分裂所需要的細胞來源 那它的做法是這樣子 比如說它手上呢就是這一個細胞 那它先透過有絲分裂產生兩個細胞 那兩個它留下一個備用 等一下還可以繼續進行有絲分裂 那就多一個出來對不對 OK 那一個就被分配 你去進行減數 那留下的那個呢 繼續有絲 所以有絲分裂 我用的源頭都是保留一定數目 對不對 那多了細胞我就可以拿去減數 所以 那個被分配 即將去找減數分裂的細胞 那個源頭呢 叫晶圓細胞 這邊是畫在這裡 可是 要記得一件事情 只有走到分裂期的 我們才看得到染色底 在分裂期之前 你是肯定 你根本就看不到染色底 它只有存在染色質 好 那 我們要怎麼去描述它 那個 可能有去進行減數分裂細胞 我們就把它叫做晶圓細胞 它代表是聖子細胞 比較圓頭的部分 所以它畫染色底給你參考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 染色底都還未經複製 所以你去描述它的 染色底組成2N 因為這個時候 所有染色底核是成對的 所以2N就是用來表示成對的意思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去算 這個時候 細胞核裡面的DNA的數量 它仍然是2N 2S 那接下來 它要去走這個過程 複製 對不對 要準備好遺傳物質的複製 才有那個表現去分裂 所以等它把遺傳物質複製好之後 我們把這個細胞叫做初級精骨細胞 你去算它的染色底數目還是2N 那留意一下 這時候所有染色底 早就已經擁有兩份DNA的狀態了 畫染色底給你看 是因為這樣比較清楚 所以可以讓你知道 它遺傳物質已經產生變化了 它遺傳物質就是染色質 它上面的DNA的數量已經倍增了 我們把這個已經預備好的細胞 叫做初級精骨細胞 完成第一次減速分裂之後 一開始先有連對這個動作 連對完都四分體分裂 對不對 所以兩條無力的二分體再次再被拆開 這是一個技巧 我先把一對一對的染色底先抓在一起 確保 所有染色底一定是一對一對 配對關係沒有問題 所以動作囉嗦 可是等一下 你只要把配對完成的染色底再把它拆開 這樣比較不容易出錯 所以等到同一對 同原染色底被拆開之後 第一個階段所產生的這兩個子細胞 我們就把它叫做四級精骨細胞 N的喔 對不對 本來它是不是應該兩對四條 本來是不是兩對四條 所以第一次分完之後 你看看到它幾條染色底 你去算染色底數目剩2 現在是不是二分體 所以這個 右邊長的這個二分體 是不是含 裡面的成分含有兩份DNA 短的這個二分體 是不是也含有兩份DNA 所以你去算 它的DNA數目 是不是就是四 跟當初還沒有複製之前 它是不是總共是兩對染色底 那那個時候的DNA數目 自己也是四 對 可是那時候的四 跟這個時候的四 是不是意義不一樣 當初的那個四 是成對的情況 這個時候的四條DNA是不成對的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第一次完成之後的 刺激精骨細胞呢 因為它手上的狀態是二分體 可以再分一次 再分一次之後呢 這時候二分體正式被拆開 所以還記得嗎 有一次分裂 二分體被拆開 只有那一次的機會 對不對 那減數分裂二分體被拆開 發生在什麼時期 是發生在第二次分裂 第一次是在分配 同面的設定 第二次才是把二分體分配開來 拆開 對 拆開之後呢 再你去看 第二階段 所產生的這四個子細胞 藏著這一種藍色體一條 以這個造型來說 它裡面呢 只剩下一條DNA 這是正常的 軟的這個藍色體也是一樣 它被拆開了 所以呢 算藍色體數目 這也是只能算成一條 而它裡面的組成成分當中 DNA也只剩下一條 對不對 而這種細胞呢 總共會產生四顆 OK啊 這個時候 請留意這個名詞 剛剛 四級精膚細胞 染色體的數目是N 第二次再走完 還是N 沒變 染色體的數目沒變 可是DNA的數量 再次減半 對不對 然後 這種球狀的細胞 可以叫做精細胞 當年 我們在講那個植物花粉管裡面 那個生殖細胞有沒有 後來不是產生兩個精細胞 那個地方 你要叫它是精細胞 因為它沒有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把名稱屈可得清楚一點 這樣你比較不會混亂了 所以 這種造型 就是單純的球狀的細胞 叫精細胞 對我們來說 這不符合我們的需要 我們需要它進一步 造型上改變 變成什麼 特化變成是精子 這樣OK嗎 因為 人類的話 雖然就是說 體內受精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但很麻煩的是 我們還是需要精子 游動一段的路程 所以 編毛這個鬥當 仍然很重要 這樣OK 好 那精子這個部分的話 它做了什麼樣的改善 你看 原來的細胞的整體 的體積怎麼樣 對不對 後來的 你去看那個細胞膜 以細胞膜所在的地方來講 那個輪廓只剩它這麼一點點 對 所以以這個範圍來說 整個細胞膜所在的比例 大家會提到 嗯 再關一個比較好 我覺得不是那個問題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會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會什麼都沒有 哇 太恐怖了吧 一下子 好了 看我再按 這樣而已 最後一按 好 這樣可以 放開就好啦 好 你剛剛有你的按鈕 好 要等 有沒有 就比到他低一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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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我們還是要分空 要轉身 好 這樣清楚了 所以你看 細胞核的體積 如果沒什麼變化的情況之下 精細胞 細胞核 佔整個細胞的比例是比較低 對不對 然後轉變成精子之後呢 你看 整個細胞的約列如過在這地方 那細胞核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可是這時候你必須要有所犧牲 所以像精細胞的話 它就把一個東西給摸到旁邊去了 好 編毛的起點這個地方呢 然後呢 這裡是地線體 那其實喔 地線體正常來講 火球型嘛 對不對 然後分身的細胞子當中嘛 那現在呢 就把那個地線體安排到這邊 那後面這邊呢 是那個編毛後面 主要在動作這個部分 那這樣也合理 因為編毛在動作 它需要消耗ATP 所以你把那個提供能量都綁在這邊 這樣 可是 加上在受精的時候 通常大概只有這個地方 頭部 精子頭部的地方 會穿入那個卵的保護層 然後進去 所以實質上進入到卵細胞裡面的 其實只有精子的細胞 密線體通常沒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曾經有些方 好像有提到這件事情 在受精過程當中 其實精子並沒有貢獻 將來受精短裡面會出現的立線體 所以受精短的立線體一定是誰貢獻的 一定是媽媽那邊貢獻的 武器遺傳的特質 這樣我們看喔 好 所以這是精子 這樣可以看一下這個吧 因為完全不是真的問題 好 還好 這樣這邊 好 所以 轉型生精子之後 我們需要它的運動能力 這是我們 所以 你只要想說 受精過程當中 精子的雄性生殖細胞 是需要游到雌性生殖細胞的 基本上 圓通常會演化變成精子 所以你看花粉管 這個構造多進步 它用一個專屬的管道 在很近的距離裡面 又不用水的依賴 然後它就可以把雄性生殖細胞 收到短的風景 你可以看到嗎 總共是高等 所謂的高等多用 跟高等植物來說 植物在這部分的演化 某種角度來說 某種觀點來講 感覺還是沒有進步 好 那 另外一個是安排的問題 這是細精管的管壁 所以從剛初的精元細胞 初級精母細胞 次級精母細胞 到精細胞 然後一路到精子的產生過程 剛好被安排在整個管壁上面 所以那個越接近生殖 就是原始生殖細胞 它就把它放在管壁的外層 那隨著檢數分界的進行 它就慢慢的被往裡面推 所以在這個管槍 細精管的管子裡面 那個表面的附近 會出現的 只有兩種可能性 要嘛精細胞 要嘛精子 也很好認 看到邊編的就是精子 看到修型細胞的 大概就是精細胞 所以這個空間安排上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可以用構造 來考那個減速分裂的過程 其實還蠻好的 好 所以這個那時候講的 細精管 如果你去從那個減速分裂的過程 來做拉那個呼應的話 其實還蠻有趣的 那軟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一樣就是 首先你要有一個細胞 能夠去進行減速分裂 這個細胞當然還是要2N 只有成對染色體的細胞 才有能力 才有條件去進行減速 因為2N變N 好 所以一樣 就是要先完成修式 然後第一次減速分裂 第二次減速分裂 可是 那這個地方會 遇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問題 那個名詞幾乎都可以替換掉 所以當初那個精元細胞 盜管這個地方 可以拿去進行減速的那個細胞 叫什麼 叫做丸元細胞 所以 藍色體2N DNA2X 預備好的時候 就叫做初級軟乳細胞 剛剛叫做 初級精補細胞 你看這個名詞 只要替換一下 就搞定了 好 所以那個已經完成 DNA負似的那個細胞 就是初級軟乳細胞 藍色體樹木2N DNA的樹木4S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減速分裂之後 留意一下 這個地方跟精子那邊的處理 會非常不同 好 OK 特異化的 左邊這顆比較大 右邊這顆比較小 好 剛剛講 那個初級精補細胞分裂完 不是產生四級精補細胞 OK 所以這個地方四級軟乳細胞 可是 只有大的這一顆 可以被稱為 叫四級軟乳細胞 小的這一顆 小的這一顆 先講一個名詞 必須要叫做基底 那個 南北極的那個極 叫基底 好 那這一顆細胞 不見得能夠存活下來 好 然後 左邊這顆細胞 四級軟乳細胞 早上有提到 軟巢 在排軟的時候 就要你留意一下 排軟的那一刻 綠泡到底丟出去的東西是什麼 一對陰影細胞中間 圍繞著 就是四級軟乳細胞 為了要延長軟的留效期限 反正精子又不見得那麼軟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一個折衷的做法 在四級軟乳細胞 才剛剛完成第一次減速分裂的時候 就乾脆去排軟 所以排軟的時候 不是真的排軟細胞 而是排出去 四級軟乳細胞 那結束分裂還沒走完 好 所以什麼時候 走完第二次減速分裂 就是等 在四級軟乳細胞 在輸彎管裡面的移動過程當中 如果有機會遇到精子過來的話 這時候 那個精子過來 第一個精子進去 會產生一個改變 就是它會引起 整個四級軟乳細胞的表面呢 馬上行這個保護成 阻止第二名第三名進來搶 進來搶 進來搶 然後裡面的狀況呢 那個 四級軟乳細胞的細胞盒 緊接了 會馬上完成第二次減速分裂 這時候才會看到真正完的細胞盒 也就是那個 染色體套數減半 DNA的數目跟染色體的數目 是一模一樣的那個細胞 好 那這個細胞盒一出現之後 會跟精子的細胞合結 這個才是受孕過程比較複雜的部分 那剩餘的那個細胞呢 剩餘的那三顆細胞消失太快了 這三顆細胞都是積體 那這三顆細胞 你看它體積比較小 它拿到的細胞值比較少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活不久 而且正常來說沒有受孕的能力 因為它們細胞值當中 很有可能缺少受孕所需要的那些化學物質 或者是受孕長分裂所需要的化學物質 所以實質上只留下一顆 植物當初在配胎那個地方 那個 配豬裡面 還記得嗎 一路演變下來 最後在配豬裡面 其實只出現幾個軟細胞 是不是也是一顆 不知道怎麼動 是不是也是一顆 為什麼要這樣處理方式 因為我們講過 有性生殖有兩個 現實面緩解的問題 第一個 有性生殖精子跟軟的相遇的成功機率偏低 所以這個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是 你盡量去增加配子的數目 那這個部分呢 就交給熊配子去處理了 那受孕之後 後半段的問題是 受孕軟的發育的成功機率可能也偏低 所以軟在形成的過程當中 一路走的是不對等的分裂 所以我盡量從第一次分裂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細胞質盡量集中給其中一顆細胞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 那一顆拿到比較多細胞質的細胞 我們就把它叫做次極狼細胞 然後第二次在分裂的時候呢 有拿到比較多細胞質的那個細胞 才是真正的軟細胞 所以其他的動作都是集體 然後再分 你是第一次分裂產生的集體 還是第二次分裂產生的集體 那集體的數目不一定是三顆 因為剛剛這顆集體 它不見得有那個 這個第一階段產生的集體 其實它不見得有那個密 可以走完第二次分裂 因為它資源太少了 可能活不到那個 那個完成第二次分裂的時候 所以它搞不好就停在這裡了 所以集體可能是兩顆 因為它停在這邊 這邊算一顆 能量軟 基本上呢 在四極方不細胞再分裂一次 又產生一個集體 這樣子就是這二 那如果它有密 完成第二次的話呢 那集體總共就是三顆 那到底是三顆 還是兩顆還是三顆 導致說這個不一定 因為完全是看這個 這個細胞的這個狀態 所以精子根管的產生 這個地方 跟以前的減速分裂來說的話 會有這些 你要配合高上面來談 然後有這些細節的問題 好啦 就這樣子了 明天要上體育課喔 再提醒一次 又在體育服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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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